来看尾盘在个股的撮合变化 最后尾盘有群创大单敲进拉高 以29.75元上涨0.85元作收 有达31.1元 最后上涨0.9元 而财经有拉尾盘收在26.25元 上涨2.05元 今天尾盘是拉高作收的 以今天相对高点作收 这是尾盘买单拉高股 个股也看到包括有像华欣 华欣今天尾盘买单拉高 最后以涨停作收 27.3元上涨2.45元 因为华欣有宣布价格上涨的消息 大雅虽然说尾盘没有涨停所住 差一点点 大雅的涨停是打开的 最后收在32.45元上涨2.8元 今天尾盘涨停打开增量 量的部分爆得比较大一些 今天量是近期最大量的一天 线蓝股的部分 今天有这个转强接棒 但是量有放大 那包括华欣大雅 不过都是在高档震荡收盘的 那再来看到个股的部分尾盘买单 敲进的个股有大同 还有第一同 航运股有台航跟玉民 台航收在41.15元上涨2.8元 玉民收在69元上涨1.1元 但是尾盘有压力 有点拉回 那个股的部分还包括万海 万海是尾盘稍间压回 回到91.2元收盘上涨1元钱 那各股尾盘买单敲进的是 电子股有望宏 望宏的部分有建买单 望宏尾盘买单拉高 早上也看到望宏跟华邦店 今天也表现不错 都是维持上涨 日K连红 华邦店连三红 创新高 望宏的部分 今天也是连三红 来到波段高点附近 准备挑战新高 反倒是连电 涨多休息 今天回测在平盘下 小跌1块3 收在60块5 涨多拉回 但守住多方缺口 台股最后5分钟撮合 是拉高的 最后一单拉抬了 有25点左右 收在17,595点 差一点点攻上17,600了 但是收盘的价格 今天还是继续创新高 所以台股继续在创高表现 看今天的盘是重点 今天台股跟台币盘中 都持续冲高 融资连续两天 大增超过百亿以上 而且融资水位 也冲上了2670亿了 那也是新高水位 在台股的部分冲高 融资也增加的情况下 热钱 还有包括这一批的融资 是不是聪明融资 锁定的标的资增 而且法人买的 今年股价也大多走强 包括第一铜 华兴大雅 扬明新光刚 再来有群创友达 华邦店 玉明跟国泰金 资增法人买 股价强势 今天海空运都表现不错 虽然海运的部分尾盘 有一点点压回 但是扬明还可以攻高 到了涨停板 最后打开 那海空运 空运的部分 有长荣跟华航 长荣跟华航 今天也都在尾盘拉高 涨幅有百分之二以上 守在五日均线以上 而且拉尾盘 钢铁股反而今天中钢 千辛 官田钢 有点休息 但涨多拉回 小跌了 幅度在百分之一 到百分之二 大多在百分之二 就是风鑫 还有中钢 新钢威智 涨多拉回 还有东钢 但是钢休息 铜却冲高 包括了第一铜 包括不锈钢的 星光钢跟圣鱼 中鸿呈现走高 续墙 但还包含了 像铜带动的线缆类股 走势向上的 那另外 电子股则是 联电涨多休息 目前下跌一块三 收在六十块五 但是面板股跟低润股 轮动接棒 呈现走高 华邦店创高 望宏接近新高 友达群创财经盘中 都创了颇段新高价 另外 因为台股算是金金涨 维持续墙 美国股市也呈现了 维持走高的强势 今天看到了 这一档商品 反向指标的 富邦FIS指数 今天是确定要下市了 传出金管会 已经核准 终止交易的消息 这股东还有五万多名 目前剩下一块七 这就是在台股 强势行情当中 反向恐慌指数 却不断的走低 这样的情况 今天传出 获得金管会 核准终止 他的交易 这是富邦FIS指数 跌到1.7元的价格 好 现场特别请到的是 前万周前分析师 现场告诉大家 看到FIS这样的走势 到现在 透露着台股 真的是趁势而为 不要贸然的 这个做空 虽然有些个股可以 但是好像指数的部分 好像在热钱堆窃当中 越电越高 那越电越高的情况下 也看到融资进场 连续几天融资大增了 百来亿 算是最近增加 比较快的融资 但是以往的融资 我们会担心 会搅乱台股高档的筹码 但是这波融资锁定的 却都是传产股居多 那怎么看待这波的融资 是不是聪明钱 大户钱 这个真的是有钱的融资户吗 在这里比较有指标意义 而不是所谓一盘散沙的散户吗 那怎么看待这波融资的水位 到现在位置点来看 台股安不安全 请教观众 昨天的融资增加蛮多的 一口气增加到 79亿的部分 那我们再从这个 今年农历年后 开始来讲的话 其实融资余额 到昨天为止 是增加了将近40%左右 有蛮多的一个数字 那同期来讲的话 大盘指数的一个涨幅 大概10%左右 所以代表说 融资余额来讲的话 在这段时间 已经大大增加 这个超越了一个指数涨幅的部分 那另外在整个量来讲的话 也是一样 从过去高量是3000亿 那现在来讲的话 甚至7000亿都出现 5、6000亿也是 变得是一个常态量 代表说目前的一个行情 就是在一个高涨持续 去做一个追高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 投资人的心态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 短线还是趋势往上没有错 但是后面要注意到 有没有这一个 因为融资乱 因为这个筹码稍微乱的 一个情况之下 至于说整个行情 有出现一个剧烈波动 那来讲的话 这样的情况 就要稍微去做一个减满 会比较安全 好 这是我们看到 今天呢 在融资的部分增加标的 但是融资增 法人如果有买的 会不会更好 这反而是热门人气的强势股 今天呢 看到第一桶 华兴大雅 线缆类股 还包括星光钢 这种不锈钢族群 各股呈现走高 从前第一页来看 这种资增法人买的强悍股 能不能够维持 他的热钱 在堆卸当中的续报 现在的位置点 还有包括他的现行来看 有风险吗 有居高思维 要注意的地方吗 还是说气势强 就要报警处理 甚至该不该追 你怎么看 我认为其实就是 各股去做操作 那如果说 这个不管是钢铁股也好 或是航运股 如果说还是维持 在五日均线之上 那代表说这个短期均线 短期这个趋势 还是一个往上走 那我想去做一个持有 就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呢 这边要不要去做一个追高 我认为是可以先观察一下 要的话也是量比较少一点 那目前来说的话 就是以这个 这个本金的安全性 我认为是比较 放在第一药物 好 刚刚看到这是今天呢 线缆类族群个股的部分呈现走高 尤其在铜价的冲高表现上 第一铜 还有包括了大山液态 还有大雅华新 这些个股 华新的部分呢 今天在盘中有宣布说 它的不锈钢盘源 又要在五月份涨价 涨四千块 那当然反映在于原料 还有包括运输的成本 不止华新哦 刚刚看到包括有海运的万海 万海又传出要涨价了 而且是五月七号起要调涨 台湾到越南的运价 这是万海刚刚呢 也宣布要再涨价的消息 好 万海股价来到91块2 今天呢 反而尾盘有点压回 但守在五日均线以上 最近几天高档整理 像这样的91块2的航运高价股 如果以航运货运来讲 它算最高价嘛 那到底在宣布 调高台湾到越南运价的条件下 有没有续墙续豹的空间 万海的部分怎么看 先请教贯州 今天万海是很强 这个也算是 有点落后补涨的一个味道 那包含像目前 这个欧美线为主的一个 长龙阳明已经涨得非常高之下 那其实万海 其实它会走出一个 比较落后补涨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会注意到 像最近来讲的话 外资跟投信是持续 对万海还是一个进场的一个部分 那它的涨幅 没有比这个阳明跟长龙厉害 那我觉得后续来讲的话 亚洲航线还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部分 好 刚刚看到 这是万海宣布 五月七号起要涨价的消息 是台湾到越南运价 刚刚又看到了 是台速也公告了 台速在五月份的PVC 距离以西的外销报价又要上涨 涨30美元 反应的成本是跟这个供给趋景的支撑 所以五月份的PVC 距离以西的报价也要上涨 台速这几天呢 虽然说在原物料行情当中比较温吞 但是维持高档震荡收五月线 日K连三红 所以今天有华兴 万海 台速 纷纷在盘中宣布消息 要涨价的讯息 但是不是同族群 一个是不锈钢 一个是航运的运价 一个是PVC距离以西的塑化报价 这是目前最新看到 在三档龙头指标的 产业界指标股当中宣布的涨价讯息 是不是真的呼应着 现在万物起涨的压力 通膨的压力也蠢蠢欲动 那今天市场上有点担心说 这次的上涨 什么都涨 连食品的黄豆玉米小麦也涨 然后现在钢铁原物料运价也涨 有分析师或是有一些国际专家认为 这样的一个大通膨疑虑 已经开始把泡沫越吹越大的风险要注意了 如果真的通膨压力更大的时候 可能会让各国央行开始紧缩宽松政策 所以会要担心的是 如果哪天减少购在央行缩手的时候 那就会造成股市上的冲击跟恐慌 这一点是未来要注意的 不过目前看起来 美国气候盘还是呈现走声 亚洲股市比一比 台股今天小涨 但日本韩国震荡拉回 香港跟大陆股市是支撑在平盘附近震荡 甚至也大多今天是观望居多 台股震荡也是小涨的收盘 待会到想要告诉大家更多 明天看盘重点马上回来 谢谢收听 请继续关注好好听FM 记得帮我们分享给您的亲友 祝大家平安健康 我们下期再见 请继续关注